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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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現在來開箱And Lolo的產品 那我們現在來打開它 裡面是這樣 然後還有清單 這是衣物香氛噴霧跟女性護理噴霧的 那我先來看一下 那裡面是這樣 應該是衣物香氛吧 有一點淡淡的香味 然後這是女性護理噴霧 它平常的話 你就是噴在內褲上面 然後生理期間的話 就是噴在衛生棉上面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它包裝很有質感耶 它是有點紋路的那一種 而且這種色調 我覺得蠻喜歡的 然後開的話 從這邊 從這邊 欸 這樣開的耶 好像蛋糕喔 然後這個 哇 好可愛喔 剛剛在盒裝的時候 我覺得它味道沒有很明顯 然後我們現在打開來它 蠻香的耶 這味道 淡淡的香味 我先噴一點 在身上好了 這個OK 它味道不會真的很濃郁 不會說萬一你精血來了 然後再噴這個 哇 那個味道 混合起來很可怕 這個不會 然後是淡淡的香味 而且你不用擔心 它成分不安全 它是採用 純天然的植物 由來的產品做成的 像我拿到的這個是 依然依然與 大馬斯格玫瑰的花香 混合而成的 這個高貴粉紅 就讓你有一種那種 精油的清爽感 我覺得很好聞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衣物香氛噴霧 然後我先打開它 這個的話就要從這邊開了 它的盒裝就是比較平面 你看它包裝 很漂亮耶 這樣聞不出什麼味道 打開來好了 那你也聞聞看看 它這個味道呢 就叫米白柔軟筋 這個真的很像你剛洗完衣服的味道 很適合你 就是有時候跟勤人出去啊 你也不想刻意 就是擦很濃的香水 那你就可以噴這個 這蠻好聞的耶 等一下帶出去測試看看 因為要去吃飯了 然後這兩瓶我都會同時使用 然後在家可以先用這個 那我先來噴這個好了 我剛噴完我覺得它這個是有點涼涼的感覺 蠻適合現在 因為夏天很熱嘛 而且如果你又是穿牛仔褲 悶一整天 噴這個就蠻清爽的 然後我就帶這兩瓶出門囉 你看我流汗已經壞了 外面真的很熱 好吧 剛剛又溜溝了一圈 真的受不了了 又更誇張了 可是呢 因為我噴那個衣霧噴霧啊 我覺得身上都沒有什麼味道 本身就不太會有汗味了啦 但是你看外面那麼熱 而且跟狗又是用跑的 它只有中間用走的而已 然後等一下要跟男朋友吃飯 真的超熱的 然後如果聞到我身上 就是有點臭臭的 這樣也不太好吧 雖然再吃久了 但是還要有一點情趣 當然是不用那麼誇張噴香水 因為只是一般吃晚餐 但是你可以噴這種衣霧噴霧器 我覺得還不錯 就有點微微的香味 然後讓它覺得 這個味道好像是 剛剛洗完衣服的味道 然後淡淡香香的 這種印象會比較加分 我覺得蠻棒的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不用出國也要含味喔 掰掰 分alım 還要花點 還要花點 再多視乎 點字幕 卡黎 你也要花點